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儿 你还有吗 比宫里的好吃 外面的吃吃都比宫里的好吃 你 你的脚还疼吗 不疼了 你 你比小的时候 比小的时候漂亮 你小时候好看 你现在黑了 是吗 表妹 你想家吗 想啊 想有什么用 王后啊 这就是你家了 太时到 事成何己 敬朱啊 不疼了 出去出去 谁让你们进来了 吃吧 战离天了 我有点饿了 上子孙伯伯 皇上皇后多子多福 龙望吉祥 相得有点高 不像是从中古楼那边传过来的呀 这到底是怎么了 刚才月亮还挂在天边呢 怎么一下子就变脸了 太后不必着急 这是秋雷 雷声落地了 雨水也不会落地 这老天爷啊 真是会捣乱 早不变脸晚不变脸 偏偏人家高兴的时候 添这份恶心 好像谁得罪他了 真是 要我说呀 老天爷他是怕得罪我们吧 他是怕我们的大婚冷清了 硬是给我们敲锣锅点点花灯呢 这听着可不是好动静啊 哥哪天出事不好 非今儿个恶心你 真不急 再谁也别挪 小心上雷皮脑袋 这老天爷要是闹起心来 那可拦不住啊 太后 闪电是喜雷声也是喜 上苍和大帝一起祝福 祝福我大清国 龙凤吉祥 祝福皇太后万事安康 五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对 行了行了 让老天爷去嚷嚷吧 咱们自己就别嚷嚷了 所大人 臣在 下去告诉喜客们 好好地喝皇上的喜酒 不喝 这辈子恐怕就喝不着了 臣领皇太后懿旨 传太后懿旨 传太后懿旨 杯子里是皇上的喜酒 老天爷想喝都喝不着 齐客们务必尽兴畅饮 干 皇上后后鸿蒙吉祥 好 骑兵索尼大人 什么事 有钥匙禀报 起来说话 天安门遭雷击 大宏宫灯失火 乱糟糟的又怎么着了 禀太后 天安门遭雷击 宫灯失火 真酒 给我真酒 老天爷 老天爷 八年前我给你敬过酒 那时候这酒不好喝吧 你还记得人们是怎么说的吗 他们说 李自成毁了大明朝 大清朝又灭了李自成 满洲来的孤儿寡母 他们在这里睡不了一个呼伦觉 就得滚回他们的老家去 凡是长着眼睛的 你们睁开眼睛看看吧 我们孤儿寡母 在这儿踏踏实实地睡了八年觉 我们没有滚回老家去 我儿子策立了皇后 我们的老家 就踩在我们自己的脚底下 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娘俩笃定是走不成了 老天爷 老天爷 你是个孬种 我料你还没有明白 天下 是天下人的天下 天下是勇者智者的天下 而不是懦夫败家字的天下 大明朝 腰塌腿软 是自取灭亡 大清朝顶格奋发是东盛的旭日 雷亭闪电 算得了什么 老天爷 老天爷 我敬你这杯酒 再我走这瞧 我敬你这杯酒 你啊 你我敬你这杯酒 咱们走这瞧 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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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跟我害怕 太后 太后 怎么了 公 告诉我 没事 爹不是在落雨 没事 是先帝哭了 不是 他是先帝 不是 不是 先帝的眼泪 他在 她在惦记咱们 不是 你听我说 先帝呀 是为府里高兴 他是高兴在流泪的 没事 太后 你去哪儿啊 太后 你去哪儿啊 太后 你 老天爷 你别看府里过不去 他是个好孩子 太后 你就冲着我 没事 老天爷 你 没事 你别太为难我的儿子 他是个好孩子 太后 老天爷 太后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太后 老天爷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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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 把那把牌给我拿过来 你说 这大喜的日子 老天爷哭泣赔完了 这不是存心 跟咱闺女过不去吗 真是 哎呀 别傻事 都往闺女身上扯 你说这一下天 这一下天 它也没滴得几滴 这说了秋了你说 咱咬个啥呀你说 哎 雨水多点好 往好咬活 啊 这条阳关大道 刚刚卖出一波 可别一脚 处得一里儿 竖子竖子 说话办事 可得留点身子 哎呀 这是胡垫子 胡垫子 那胡垫子也得垫子 这人家 这要没点垫子 那就甭活了 现在的奴才 比蚂蚁还要多 有好事 也轮不到咱呢 轮不到 那是没办法 轮到了 兴许还气死谁 哎呦 我这 哎呀 你看看吧 不得你气死谁呀 这屋子啊 就把你给活埋了 埋了 快把我埋了 埋了我 下辈子我旺个地儿住 我住到金鸾殿里去 嘿嘿 我看你啊 现在就变条鱼 住到河里去 比金鸾殿还宽敞 嘿 我就是条鱼啊 我也不躺在这儿 我呀 奉到四金城市 偷到河里去 你奉到御膳房的案板上 才好呢 这死老婆子 你就不能惦记点我好啊 我真是 说谎 我知道你在说谎 奴才没有说谎 还敢盯嘴 好啊 你说啊 那点粉到哪儿去了 哪儿去了 在客服的时候 您嫌不好看 赏给奴才了 是吗 我明明赏的是一件绿的 我喜欢粉的 我怎么会赏给你呢 您说粉颜色难看 像退了毛的生肉皮 您忘了 不是赏给你了吗 你拿出来啊 是奴才计刹了 奴才给忘了 我告诉你 甭管是粉的绿的 你不配传 你不配 是 传太后的话 午膳 聚慈宁宫 姑妈 家乡的羊肉 身份小多了 是吗 我口中 羊肉吃到我嘴里 都是一个味儿 香 好 福林呢 听索尼大人说 大水已经把 出门的码头给淹了 我看再过一宿 非得慢了咱们 大清门不可了 这阵势 倒是以前没有碰到过 秋水退得快 没几个时辰 就落下去了 都说 这是习语 怕姑妈不高兴 人家都见好听的说呗 姑妈 姑妈 鸡汤是不是有点咸了 我吃着 也觉得有点咸 要不你喝那个汤 那个蛋 怎么 你吃好了 吃好了 要吃好了 你就先下去吧 我们留下来说说话 你要是不想走 坐在一边听听也行 随你 老娘 您早点歇息 儿臣 晚上再来给你起来 那你好好做事吧 忙的话 就不用再跑来跑去的了 还有明天吗 他对你还好吗 晚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他要是对你不好 你就跟我说 我来指点他 他那个脾气啊 说软的时候 都能软得扶不起来 可是硬的时候 就像个铁核桃 谁也砸不开 不过我的话 他还是听的 他平时话不多 说几句就不张嘴了 他跟别人也这样吗 他从小就是这个样子 要是一般的夫妻呢 兴许话还多一点 可是他从小就做了皇上 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在世人面前呢 还得端着点架子 似乎话少 才显得符合身份 别人看着也放心 听不到他的话 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其实除了闷点儿 少言寡语 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有一件事你得明白 你现在不是 王爷府的宝贝丫头了 你是我们大清国的皇后 王爷府的宝贝丫头 不高兴了可以发发脾气 嘴上可以没有把门的 可以说说俏皮话 狠话 损话 一切都随自己的便 可是皇后不行 那 我该怎么办呢 比如说 就在这个扇桌上 嘴碰了饭 筷子碰了碗 最好都不要发出声音 更别说这个扇了 那个闲了 扇了闲了 你就可以不吃 也可以不动嘛 你看这扇桌上 有的是不扇不闲的好东西 永远都会让你吃不尽的 你在哪个碗里动了筷子 动了几下 都有百善地看在眼里呢 还有一件事情 你得明白 在宫外人的眼里 皇后就跟庙里的菩萨差不多 菩萨你见过了吧 你看她那张脸 是永远不变的 可是这里面什么都有啊 你一个大清国的皇后 就连我也算上 没有比你再尊贵的女人了 你站在皇上的身边 就得压得住阵脚啊 就得透得出 你盖世的威严来 你哪怕什么都没有弄明白 可是你一言不发 便抵得上千言万语 孩子 这你弄明白了吗 明白了 只要你们好 大清国就好 我这不是大话 这是我的心里话 菩萨她是我的孩子 你也是我的孩子 我不会委屈你 姑妈 您对我太好了 你以后 应该叫我额娘 额娘 花树子 花树子 来来来 来 你爹给宫里送花 在东华门卸车 我看见她了 是吗 她让我给你要银子呢 银子 我的月银全都给家里了 怎么还要啊 你不知道 你家里让大鱼给浇了 你爹要挑了草顶子 换瓦顶子 缺一笔买瓦的钱 她让我跟你要了 给她烧过去呢 你拿着这个 让我爹换点钱 房子 先用草顶子 把房子扇延似了 日后宽裕了再换瓦顶子吧 这 你 谢谢总管 这是秋季的奉路 和大婚的赏您 收好了 别看这眼下没地方花 将来可是你们的命根子呀 是是是 早晚有一天呀 都得出宫 到时候你发现 举目无亲 大伙都像躲赖皮狗一样躲着你们 是 你呢 肩不能扛 手不能提了 你靠谁呀 啊 谁最亲哪 就是你怀里这点银子 记着我的话 别看这东西呀 又硬又凉 他可是咱们的亲娘们啊 你不是新来的吧 怎么连规矩都忘了 哎呦 五公公 忘了忘了 我光想着娘们了 你看忘了孝敬您了 嗯 这话我不爱听 怎么叫孝敬我呀 你哪天要是出了点事 谁去那武府给你铲呢 我光着舌头去行吗 我把舌头咬烂了 把牙磨平了 把定眼子绝上天 也给你擦不干净 是是 别觉得自个儿亏了 今儿个你往这盆里头 扔一嘎的东西 保不定哪天哪 就能换回你一条小命 是 这是孝敬谁呢 啊 孝敬你们看不见的祖宗 好好收相吧你 哎呀 搁这搁这搁这 哎呀 看什么呢 搁这儿 我照 咚咚快点啊 麻烈点 哎 哎 这花树子让我烧给你了 这什么 呦 这么多 他进了宫就没舍得花 哎呦你别数了 快收起来吧 你刚才说什么 没什么 你回去的时候也别空着车了 赶紧绕一趟窑场把娃买了吧 嘿嘿嘿嘿嘿嘿 我闺女 她跟你还说什么呢 还能说什么 以后舔着脸跟皇上要 要多少给多少 说不定哪天啊 把太和殿要来赏给你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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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啊 我闺女对脸啊 她说不出这么难听的话 这两个你拿着 干什么啊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吧 不是 给我 日后啊 我闺女啊 少不了你的照应 你放心 有我在宫里戳着 你闺女啊 吃不了亏 嘿嘿嘿嘿 不过 你也别推操心 那闺女身边 那不是还有活着呢吗 哎呀 轻点慢 你别把那花锅子给我弄掉了 来 瓷器不好用 我要内务符给换了一套 铜的 连克尔金的牧主都不用铜的了 金子的 饭菜都变味了 我还是喜欢那套青花瓷 用用就惯了 这颜色这质地 就应该是皇上用的 如果这样就是好 那这些雕梁画洞 都该抹平了 箱上金箔 把那大红柱子 也换成金子的 是 我是想让你高兴 又不是图自己喜欢 我没有不高兴 就是觉得 不该如此破费 整个天下都是皇上的 十几家金器算什么破费 不喜欢便说不喜欢 我把它们换掉好了 何苦 天下自然是咱们的天下 可天下的钱财 并不都是咱们的 养兵养力养朝廷 要咱们无数的花费 远不是用多少 便得有多少 后宫的穗银也是有数的 你的昆宁宫每月四千两 一套金器得花去多少 如果处处都不知计算的话 那 那朝廷的库银 您也不用干别的了 额娘一向叮嘱 要我们节俭度日 绝不是给外人 装装样子的 皇上的话 我牢记了 遂隐有了亏寇 我从娘家补上 这花开得真细香啊 颜色也不错 花是不错 就是香味让人吃不下饭 把它搬走 先摆着吧 等我走了再摆 来 哎 哎 花明叫什么 虎杜鹃 刚从南原运过来的 哎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 除了家父 别人侍候不了这种花 武良府 奴才在 多弄下来 带到津津宫去 喳 不错 香味也不错 哎 你凑近了我慢慢 真的不错 我到前面去了 你慢慢吃吧 别人的东西 一枝浪花也是好的 我的东西便是金子也是粪土 什么声 刚才什么声 什么声音 没什么声音 皇上 皇上 莲子羹得了 您趁热喝吧 皇上 今儿个晚上 您在哪儿歇着 哪儿不去 那 要不要 把皇后接过来 不用了 喳 哎 奴才在 你 几岁进的宫啊 皇上 今儿怎么想起 问这个来了 奴才是 十一岁进的宫 十一岁 那那时候后 还不怎么懂事呢 没过几年 就赶上大明朝完蛋 傻子也懂事了 哎 崇祯 崇祯在后宫 是什么样子啊 他能把自己在树上吊死 还能是什么样 就俩字 哪俩字 窝囊 现在几时了 紫时了 来 主子 砖凉 凉 砖是热的 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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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风大 主子 光着脚要着凉的 您穿上鞋吧 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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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深了 您该歇息了 他们刷门窗的大漆 一定差了身够险了 老有一股臭臭的味道 大婚那天我就闻出来了 你闻到了吗 主子 来 主子 地上砖凉 您起来吧 被子里的棉花 一定都发了霉了 一扑开就让人咳嗽 表面上全是金边银边的 里面全是见不得人的东西 一奴才看哪 皇上就得是皇上 不能把别的人搁在眼里 皇上是天 别的人呢 就是地下的 石头子 虫子 蚂蚁 您一跺脚啊 就能把他们闹死 您不跺脚啊 也得叫他们整天提心吊胆的 崇祯 好好的皇上当着 不拿自个儿当回事 后宫的美人一发脾气啊 他乖乖的去陪小心 等李自成一发脾气啊 他就没辙了 除了上眉山找棵树把自个儿吊死 他还能怎么着啊 以你这么说 崇祯倒像个贤良之人 贤良有什么用啊 贤良啊 就是那根上吊的绳子 贤良无用 暴虐倒有用了 奴才该死 奴才刚才也是随口说说 贤良 是上吊的绳子 呢 听着 有几分道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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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娘 儿臣给母后请安 坐下吧 小心 亮亮再喝 孩子 我看你气色不错嘛 吃得好 睡得也不赖嘛 是吗 都挺好的 坤宁宫那边怎么样了 也 也挺好的 怎么个好法啊 跟额娘说说看 吃得好 睡得好 都好 住嘴 你几天没过去了 两天吧 到底几天 三 三天 忙不过来 那体本堆得跟小山一样 我没问你前朝的事情 我是在问你后宫到底出了什么毛病 怎么了 告诉额娘 那坤宁宫的洞房里边 是有蛇还是有刺猬 吓得你就不敢过去 我没有不敢过去 只不过 每天都忙到后半夜的 我不想打搅她 就留在秦庆宫自己睡了 可是皇后病了 你知道吗 她怎么了 主子 药好了 再搁就凉了 您还是趁热喝了吧 我不吃 你告诉他们 我不配吃他们的药 不吃药怎么能退热呢 只怕我就这样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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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才高兴 主子快别这么说 主子快别这么说 你要是不吃药 奴才怎么向太后教的呢 她生了病 倒是我的错了 可你冷落了她 这不是你的错 又是谁的错呢 新婚燕儿 你不待在你应该待的地方 不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这究竟是谁的错呢 额娘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你全都当成耳旁风了 我 不就是青花瓷 换成了金器吗 这多大的一件事情 也值得你 哦那么大的气啊 我没有哦气 你这是在跟我哦气 你是找了个茬 给额娘脸色看 太后 您别提她拦着 让皇上把话听完 你六岁就坐在了农椅上 那时候你都会些什么呢 你现在是皇帝 将来还是皇帝 一个皇帝究竟会干些什么 你应该问问你自己呀 你想消灭王朝的敌人 有人替你冲锋陷阵 你想否定天下的百姓 就有人替你出谋划策 你要出宫巡游 有人给你牵马将抬轿子 你要降旨班照 就有人替你捉笔行文 凡是只要你想得到的地方 就有人替你操劳 可是只有一件事情 谁也替不了你 就凭着陈甸甸的皇位 你得替自己传宗接代 替爱心觉罗的祖宗 传宗接代 孩子 你可是个新郎官 你就应该待在你自己 应该待的地方 皇上 皇上 您的眼睛里没有喜悦 也没有天真 到底是什么事情 让您的目光如此寂寞 他们让我做一个 比先帝更有座位的皇帝 我做不到 他们是谁 和娘 皇亲 所有的贵族和官吏 也许 很有百姓 你有才华 也有善意 你可以做到 我做不到 我阅读过无数的古籍 从秦始皇开始 汉武 唐宗 宋祖 明祖 我能超越这些君主吗 我的心里空空的 什么东西都没有 只有你 为什么难过 大魂那天 昆宁宫的洞房里 红燕燕 到处都是血 我泡在血水里 我泡在血水里 喘不过气了 昏床上的女人 也不能给你带来喜悦吗 她的身子是黏的 主啊 怜悯她吧 您统治着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天主因此也特别眷顾您 所以您要尽快改正您的过错 我的过错是什么 与死亡无休止的纠缠 告诉我 我该怎么做 叫出你的畏惧 做一个彻底坦荡的人 好的 还有呢 爱你的臣民 尤其要爱你身边的人 爱我身边的人 爱我身边的人